高校道路下摆放着两节寒馆 走近一看发现别有洞天 不只有简单厨房还有卫浴 客厅的沙发拉开就变床 设备一应俊全 要住下来绝对没问题 香港地下人愁房价高昂 为了解决住宅问题 建筑师罗发里设计出寒馆屋 利用都市的机灵空间当作住宅 寒馆屋不只可以单独存在 还可以集结组成小社区 一间造价大约47万台币 如果竟然通过130间寒馆屋 渴望落脚全弯 最快在2020年就有350人可以入住 三立新闻赖英宏报导